高级会所的包厢里,女人不耐烦地应付着新来的客人,掏出一根烟钢想点燃,客人却阻止了她,并且自己掏出打火机帮女人点上,就在女人望我的抽烟时,男人却趁机往酒杯里下了药,然后把酒端给了女人,女人毫无防备地喝下,就这样女人直接被拖进了厕所,一分钟后,男人被同伴叫了出来,告诉她来生意了,原来这群人是贩卖器官的,西装男正是这次的买家,两人正在商讨价格,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。 来人名叫强哥,和他关系很好的林家小姑娘,被这群畜生拐走了,小混混拿出刀试图反抗,却被强哥反手插进了她的肩膀。 小混混说她也不知道,是她的老大熊大熊二两兄弟带走的,强哥想带着混混去找人,可以拐弯,一名杀手突然出现。 几天前,一个舞女偷走了黑老大的一批面粉,这个舞女就是小花的妈妈。 由于缺少妈妈的关爱,小花经常找住在隔壁的强哥玩耍,强哥看着冷漠又不修蝙蝠,其实很喜欢这个懂事可爱的小姑娘。 强哥是个开当铺的,小花妈妈把偷来的面粉藏在相机里,寄存在强哥这里,因为面粉被偷。 黑老大对着手下熊大一顿揍,熊大只是黑帮的二把手,在老大面前是敢怒不敢言,他跟弟弟熊二是老大的左膀右臂。 但两人早就对老大心声不满,两人调查到面粉是被舞女偷走,熊二便带上杀手大壮前去讨要。 小花刚回家,正好撞见这一幕,舞女说出了面粉藏在强哥当铺里。 强哥以为是来抢劫的小混混,拿出钱包想把人打发走。 小混混被气笑了,然而下一秒。 小混混明白碰到了硬查,打电话叫来了大壮,大壮把电话递给了强哥。 强哥得知小花母女被抓,便干脆利索地把相机给了他们。 谁知大壮拿到相机,却一枪打死了手下一个混混,然后留下手机扬长而去。 很快强哥接到了熊二的电话,对方要求强哥帮他完成一笔交易,才会放了小花母女。 强哥拿着一包面粉来到交易地点,谁知交易的对象竟是黑老大,强哥管不了那么多,直接开口跟黑老大要人。 黑老大很懵,小花是谁? 这时熊大给他打来了电话,原来这一切都是两兄弟的阴谋。 他们让强哥去送货,然后报警把两人一起送进监狱。 既能一箭双雕解决两个隐患,又能把整个黑帮据为己有。 但黑老大也不是傻子,立即在小弟的掩护下去车逃离,强哥紧随其后追了上去,最终在一个拐角逼停了黑老大的车。 此时警察也追了过来,黑老大撒腿就跑,强哥当要去追,却被撞开的后背箱惊在了原地,就连赶来的警察也被惊呆了。 这帮丧尽天良的混蛋,把一个女人全身的器官掏空了,而此时愣在原地的强哥成了这件事的背锅侠。 强哥突然没了反抗的念头,他满脑子都是曾经活泼可爱的小花,会遭受什么样的对待。 突然,强哥看到小花送他的暗夜骑士卡,顿时想通了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,一眨眼的功夫。 强哥放倒了所有警察,大摇大摆地逃了出去,警察被他的身手震惊了,对强哥的身份产生了怀疑,但强哥的资料居然是高度加密的,他们动用了所有关系,甚至联系上中央情报局,才拿到强哥的资料。 强哥隶属于特殊部队,曾经执行过无数秘密任务,担任过特殊杀伤部教官,战功卓著,后来因妻子怀孕打算退役, 可没想到仇人找上了门,身怀六甲的妻子被仇人撞死,自此强哥便销声匿迹了,此时强哥查到了,熊大兄弟俩名下的一家酒吧,正准备过去找人,却在电梯里遇到了熊大,强哥不认识熊大,但熊大认识强哥,立即打电话用暗语通知了弟弟,最后强哥只抓到了熊二的一个小弟,也就是开头那一幕,就在强哥无功而返之时,熊大又打来了电话,肆无忌惮地挑衅着强哥,强哥彻底被这群人渣激怒了,他剃掉邋� 曾经那个利剑一般的杀手彻底回归,小姑娘被人贩子拐走了,一群孩子正吃着垃圾食品,这是一个大孩子被带了进来,他是来告别的 可女孩哪里知道,他即将要经历的是摘掉所有器官,杀手大壮心里五味杂陈,这时小花走了过来,给大壮头上的小伤口贴上窗壳贴 看着如此乖巧懂事的小花,一向凶狠的大壮无言以对,与此同时,强哥摸到了熊大手下的一个窝点,他挨个房间寻找小花,小花没找到,却看到一个混蛋要对小女孩下手 强哥歪打正着抓到了熊二,威胁熊大交出小花,熊大每说一句废话,强哥就往熊二身上开一枪,为了弟弟熊大只能松口答应,可转身就派人去挖小花的眼睛 而强哥也没打算放过熊二,直接送了他一场爆炸,这里的孩子们终于迎来了救赎,强哥单枪匹马来到熊大的大本营,可熊大却丢给他一样东西 竟然是小花的双眼,强哥痛苦地跪在地上,在起身时已经双眼含泪,他必让熊大粉身碎骨 强哥利落地解决掉小喽喽,然后跟最强的大壮对上了,但解除封印的强哥太强了,曾经能和强哥打个平手的大壮 这次却很快落败,熊大见识不妙打算卷款逃跑,可刚上车,最后一个小弟也被打死 熊大惊恐地想开车跑,却被强哥一枪打爆轮胎 他怎么也没想到,那么多人都拦不住强哥 防弹吗?强哥用枪抵住玻璃,一枪接一枪打在同一个位置 在防弹的玻璃也防不住定点射击 熊大彻底被吓傻了 小花死了,强哥也没了活下去的欲望,抬枪便要了结自己 这时,熟悉的声音响起,强哥回头一看,竟然是小花,是完好无损的小花 原来就在小花即将失去双眼之时,大壮再也看不下去 他无法忍受善良的小花被伤害,果断将医生的双眼挖给了熊大 而小花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强哥身边 《别的巴黄算 coming in》 从何双眼 Lift 从夜'll到一会儿的也会停止而且 喜悚响神 architecture